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日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击退乌军进攻 并摧毁乌军装甲车等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乌方加强了在库尔斯克州的防御攻势 并扩大了所占俄领土的面积 据悉24名乌军人在库尔斯克州向俄军投降 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 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预算从80亿欧元削减至40亿欧元 优先满足国内支出需求 泽连斯基表示 乌方正努力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新的援助 以提升乌远程作战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第二条新闻聚焦俄罗斯内部的高层人士变动 当地时间17日普京任命安娜 齐维列瓦为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 国防部副部长 同时任命谢尔盖 布京为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这一系列任命引发了外界对俄乌战士背后 暗流涌动的猜测 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也不太平 乌军一架无人机向核电站外围投掷炸弹 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局势依然紧张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乌军使用西方制造的导弹袭击了库尔斯克州的一座大桥 导致桥梁被完全摧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关注德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以及以色列停火协议的最新进展 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预算从80亿欧元削减至40亿欧元 优先满足国内支出需求 同时普京任命新高官 俄乌战士背后暗流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推进加沙停火协议 表示谨慎乐观 他在听取谈判小组的简报后 做出了这一表态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卡塔尔、美国和埃及三国称 此轮谈判具有建设性、气氛积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央视新闻和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7日通报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击退了乌军进攻 摧毁了乌军装甲车等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方在库尔斯克州加强防御攻势 并扩大了所占领土面积 同时努力获取新的国际援助 以限制俄罗斯的进攻潜力 俄媒报道称 24名乌军人在库尔斯克州向俄军投降 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无人机拍摄的投降视频 俄国防部还通报 过去24小时内 乌克兰损失多达300名军人 和31辆装甲车 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中 乌方总共已损失3160名军人和44辆坦克 与此同时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 已有3000多人 从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疏散的安全地带 局势节目中提到 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的公开检讨 引发了政坛震动 宋平暗示要尽快更换总书记 而胡锦涛则含糊其词地表达了对习的不满 根据老灯开讲的报道 中央已经在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选 王岐山对习近平的严厉批评 更是刀刀入骨 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中共未来五年内崩溃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 节目还分享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 河南妈在美国生了三胎 父亲杰森 对小女儿爱丽的疼爱 感人至深 节目最后还提到 美国大选风云变换 贺锦丽目前占优 但其意识形态引发争议 选举结果将深远影响美国的未来 明镜火拍报道 越共总书记苏林 抵达广州展开访问 与习近平会见成为关注焦点 讨论中越铁路互联互通等议题 这对两国的经济 文化和政治合作 具有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 斐济总理兰布卡 在雨中抵达北京 继续其访华行程 尽管天气不佳 兰布卡的到来 依然引起广泛关注 他将在北京会见习近平和李强 讨论如何推动两国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外界也密切关注习近平的露面 这将展示中共领导层的稳定性 并向外界传递中越关系的重要性 上官新闻报道 2024年 西太平洋国际航赐科考队 随深海一号船 抵达西北太平洋海域的 首个作业区 准备展开五次下潜作业 首席科学家许学伟 将与前航员齐海滨张义 搭乘蛟龙号 进行首次下潜 观察海山山坡至山顶的 海底生物分布 采集样品 并测试潜水济功能 此次航赐 还将迎来首位外籍科研人员 来自哥伦比亚的海媒 安德烈斯 他将在19日 随前航员傅文涛 赵生亚下潜 调查海山山脊的潜在生物 该航次计划 在三个作业区 进行18次下潜作业 为数字化深海典型生静大 科学计划提供数据支持 网易新闻报道 上海书展迎来了大批读者 尤其是标人12新书签售会 吸引了大量粉丝排队 读者们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们的特种兵士行程 打算一整天都驻扎在书展现场 与此同时 上海芭蕾舞团在国家大剧院 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 拉开了60周年庆典演出的序幕 中国乒乓球协会 也在其官网发表声明 支持依法打击体育领域的饭圈乱象 此外 上海市首个 工会加三所联动调解工作站 在米航区美龙镇接牌 2024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总决赛 也圆满落幕 星岛日报报道 泰国国会下议院代表 宣读国王预令 正式批准佩通坦出任新一任总理 佩通坦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女儿 成为泰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 也是最年轻的总理 她在接受任命后表示 将尽最大努力承担起总理职责 使泰国成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 此前 泰国国会通过了佩通坦的提名 她获得了近三分之二亿元的支持 接替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 并解除总理职务的赛塔 成为新一任总理 泰国前总理他信也获得赦免 提前出狱 中央社报道 宏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拉亚 在接受当地媒体美洲电台的专访时表示 若赢得2025年总统大选 将会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并反对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对此 台湾外交部回应称 将持续关注宏国的政治情势 并强调与世界各国交往 不会预设前提 外交部指出 中国长期对台湾友邦威胁利诱 意图孤立台湾的国际地位 特别是宏都拉斯 自去年与中国建交以来 未能从中受益 反而面临养虾业崩溃 和双边贸易失衡等问题 外交部表示 台湾一向秉执互惠互助的精神 协助友邦民生发展 各项成果有目共睹 星州网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上月 在宾州造势活动上 遭到枪手开枪袭击 造成一名参与者死亡 根据国会最新报告 当时枪手库鲁克斯开了八枪 第一枪打中特朗普诱尔 现场第九枪 则是当地特警发射 成功击中枪手武器 阻止他继续发动攻击 随后 当枪手再次站起时 联邦狙击手 立即开枪 将其击毙 路易斯安娜 州共和党中议员西金斯 在国会发表的临时报告中指出 特警的果断行动 几乎可以肯定地阻止了更大伤亡 明镜电视报道 关于北戴和政变传闻的源头 竟然是红二代 这引发了对习近平得罪多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 习近平通过修宪连任 和打击权贵树敌太多 导致政变传言不断 节目中 冯胜平 胡平 李伟东 和黄兆平等人 分析了谁支持习近平 以及谁反对习近平的情况 明镜电视 力求通过多元 真实 独立的媒体平台 报道中国 供精选评论 访谈等原创资讯类内容 北戴和后李强亮相 两点不寻常 在8月16日 中共总理李强率先露面 标志着北戴和休假结束 李强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 现任国防部长董军 因为能进入军委及当上国务委员 只能坐在主席台下 显示出国防部长地位的降低 党媒报道中 董军的尴尬处境尤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 前两任国防部长的出事 使习近平心有余悸 分析认为 董军为获提拔表明 中共军事外交 特别是与美国的军事接触 并非优先事项 此外 李强在会议上的表态 也透露出微妙信号 尽管中南海试图 营造经济光明论 但实际经济问题 如地方债和房地产难题 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评论人士认为 北戴和休假期间 高层内斗不断 更多官员可能在等待高层出事 乌军炸桥包饺子 而直扑乌军东线后勤枢纽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库斯克州 取得重要进展 8月16日 炸毁塞伊姆河上的一座大桥 切断了俄军在该地区的疏散 和增援通道 俄罗斯外交部指责乌克兰 使用西方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导致大桥被完全摧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乌军正在加固阵地 并扩大稳固区域 乌军的突袭行动 导致俄军惊慌失措 20万居民被匆忙疏散 与此同时 俄军正从多方向 逼近乌军东线的后勤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若能占领该地 将更接近夺取整个盾内茨克州的目标 军事专家指出 乌军攻入库斯克的战略目标是 逼俄军奋兵 但俄军仍在乌东方向 保持精锐部队 战场态势未变 一场衰退已不可避免 北京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陷入投资 生产与消费低迷的恶性循环 巴克莱分析师警告 中国恐线资产负债表衰退 劳动力市场持续恶化 房地产价值下滑 7月经济活动 数据显示 工业生产增长放缓 房地产投资紧缩 零售销售低迷 私人信贷需求持续下滑 新增贷款创15年低点 通缩压力显现 中国的经济挑战 不仅是周期性的 更反映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房市泡沫破裂 严重削弱家庭资产负债表 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指出 房价下跌 导致居民提前还贷 房地产供给过剩 房价持续下滑 中共央行数据显示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骤降近88% 凸显经济形势严峻 中央社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益激烈 已有超过10名候选人 敬诸首相大位 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宣布退出选举 导致党内竞争白热化 前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 数位大臣河野太郎 及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人 已表态参选 林方正得到派罚支持 河野太郎则依靠麻生派的推荐 石破茂则表示 推荐人问题已解决 此外 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之 也计划参选 获得党内青壮派支持 此次选举 有意参选者众多 各方势力将争夺 20名推荐人的门槛 香港电台 泰王瓦吉拉龙公 正式批准贝东丹 出任泰国新一任总理 在卫泰党总部的仪式上 贝东丹宣示 将尽最大努力履行总理职责 致力于将泰国打造为机遇之国 同时 泰国发布皇家赦免令 包括前总理 他信在内约5万人将获释 他信原本将于本月31日结束行期 但通过赦免令提前获释 被东丹的上任 和赦免令的发布 标志着泰国政治局势的新变化 给国内外带来了新的期望和关注 今日华尔街 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 威尔克斯巴里集会上 再次引发争议 他自称更好看 并批评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和外贸 甚至嘲讽他的时代杂志封面 特朗普还涉及侮辱其他政界人物 和嘲讽跨性别运动员 试图削弱哈里斯的合法性 尽管他试图专注于经济话题 但多次偏离主题 导致集会反响褒贬不一 有些观众提前离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则抨击特朗普依靠谎言 和人身攻击来赢得支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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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